你知道如果一个人在水里连续浸泡半个月身体会变得有多皱吗 这是你泡在水里开始挑战的第一天 首先保持冷静 我们会先给你一缸温暖的热水 所以说前五分钟你会感到无比舒适 精神与肉体同步放松 好久没有泡过这么舒服的澡了 但是五分钟以后啊 你会发现自己的手指脚趾上开始出现皱纹 相信大家已经见到这种情况无数次了 那么为什么人体泡在水里皮肤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如果连泡15天我们还会被直接泡发吗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脑洞科普 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欢迎点击关注按钮 首先当我们洗澡或者游泳的时候 只要时间过长手指都会出现这样的褶皱情况 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是因为长时间泡水 手指或者脚趾皮肤脱水 或者是在水里待久了被泡发了 这里还要纠正一下大家对皮肤褶皱的错误认知 有相关科研层表明 我们人类在一般情况下 只要在水里待了超过五分钟 皮肤就会开始起褶皱 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血管收缩了 再加上皮肤在水中浸泡 表面角质层吸水后变软变厚 导致表面积增加 一挤形成的正常生理反应 不是脱水也不是泡发 那在这一反应的基础之上 如果我们把时间增加到15天360小时 那我们的身体褶皱会变得有多可怕呢 这是你在水里泡的第三十分钟 虽然皮肤因为起了褶皱变得有些难看 但热水的浸透于30分钟的休息 让你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并且这时候的你 如果伸出手尝试抓点东西 会发现比以前抓得更容易 而且抓得更牢了 这是因为你手指上的褶皱 增加了我们抓握时 指腹与物体的摩擦力 就像是放大板的指纹一样 但半小时之后 才是这一挑战的正式开始 如果你在水里被浸泡了15天 会怎么样呢 你的身体会被泡发吗 我们在保证你有充足食物和水 还有管道帮助排泄的情况下 开始进行挑战 这是你在水里的第一个小时 这时的你会觉得皮肤有些干涩 这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皮肤都是有一层薄薄的 类似油一样的物质 它们的存在可以防止我们的皮肤 从外界吸收水分 同时也防止我们体内的水分跑到外界 但就像我们的头油一样 这个防护作用是很有限的 且是可以被清洗掉的 这是你在水里泡的第24小时 泡了一天的你会发现 原来泡澡也不是一件令人多么开心的事 你是又饿又渴的同时 还会非常想要舒展身体 当你伸出双手想活动活动时 却发现自己的皮肤已经不是皱的问题了 而是长出了一个个小气泡 这些气泡名为囊泡 是因为外界水分被皮肤吸收 但无法进入皮肤内部导致的 它们只能被困在你皮肤表层 与中间层皮肤的夹层处 随着你泡在水里的时间变多 这是你泡在水里的第三点 与你想象中的被泡发不同 这时的你开始出现真正的皮肤危机 比如因为身上肌肤长时间湿润 与人体长时间待在湿冷环境 你的免疫力已经开始下降 身上囊泡已经布满全身 最早出现的那批 可能有些都变得越来越大了 看上去像是要破裂的一般 此时的你十分想放弃挑战 但只能被迫坚持 这是你泡在水里的第七点 你浑身的囊泡已经逐个开始破裂 伤口泡在水里的疼痛感 让你几乎没有进食的胃口 加上你身处的水源 已经七天没换 七细菌已经开始入侵你的身体 伤口感染让你身上其他良好的皮肤 也变得积极可危 但是你距离挑战结束 还有整整八天 如果我们连续在水里待半个月 会怎么样呢 这是你泡在水里的第十天 你身上的皮肤已经开始出现 大面积的剥落 但是先别害怕 因为真正让人难受的可能还在后面 浴缸活动空间有限 你开始尽量将双手双脚脱离水面保护伤口 一开始还会起些作用 身体的免疫与自愈系统 会产生一些新的皮肤来保护伤口 但只要你控制不住 将身体放回浴缸里 你的新细胞就会被撕裂破坏掉 从而进一步加重你的病情 最重要的是因为水是一种导热液体 一开始进行挑战 你是泡在热水里的 还会觉得舒服 可是后来水温降低 人体自我保护机制启动 我们的血管会进行反射性的收缩 只为了减少热量的散湿 所以说如果没有新热水的加入 你可能还撑不到15天 你的身体在被感染的情况下 产生的热量会低于散湿的热量 久而久之 你的体温调节会被破坏 嘴唇乌清 身体冰冷 甚至严重一些的 还可能会发生痙磷 所以说根本不用泡到第15天 你就会撑不住的晕死过去 最后结果 相信也不用我多说了 那是不是我们将水体消毒 就会减少细菌感染 情况会好一些呢 一般我们的生活中 使用的自然水 小消毒都是采用氯 如果我们在浴缸中也采用氯 那么氯会从水里 直接和身体接触 下一步就是被皮肤吸收 也许一时半会 造不成什么太大影响 但15天的时间 足够我们患上其他疾病了 当然 这种危险的尝试 相信大家也不会真的去做 这里也只是我做个个人假设 一切仅供参考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欢迎留言 与大家一起讨论